一个人还真不太适合打灯塔 主要是人太多了 你打完可能就是别人帮你舔走了 你就是一个纯纯的攻击人 这把就是复活在灯塔的后山上 这个新版本后山上是有很多雷的 直接找了一棵树 然后往右边瞄了瞄 把二号场的激泡被打掉 这个地方还真不好打 全是雾 加上这个黑烟 这个黑烟是固定的 新版本对于后山怎么去打这个肉贵 还是不是特别熟练 挑了好几枪 给他最后敲掉了 我用的人还是个毛毛 不是美军 好多地方不敢去 老爱做 打掉以后准备就直接下去了 三场就下去打 直接先去二场 把二号场的楼顶敲一敲 山上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打 来到这边二号三号场中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跑 我以为他是一个 紫尬舞 因为没想到这个点会有一个玩家 开局没多久 直接要去车里点 要坐车 身上什么也没有 连枪也没有看起来 刀也没有 只戴了一个头盔 有点懵 开局五分钟怎么从二号场冒出来一个屌丝 这外挂呀 外挂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身上也没装备 肉贵也没怎么轻 怎么敢跑的呀 身上没有什么东西 他倒是捡了一堆土里的物品 都带钩 还有个头盔 一号场还在打肉贵 听到枪声了 二号场脚底下来的时候 二号场激泡位上肉贵了 不知道在打什么 有可能在打我 挺奇怪的 这把有点懵 不知道这个屌丝是如何 跑刀从这边穿过来的 这个肉贵打掉以后 就可以上去了 一般门位的话 和一号场也被别人打掉了 看到一号场已经上去人了 打得还挺快 再看我们 又再看 在那一看我们的一瞬间 给他抱头打掉了 特别黑的一个点 因为他的是黑色的 背景是白色的 特别明显 来到楼顶以后 看看有没有没打掉到肉贵 往左边看了一眼 好像全部被打掉了 看了看三号场 也没什么人 直接就舔包 开舔 一把AKM 留着打近战板 咱们这个小G不太好用 最 省钱的一把G 第二个包还可以 一把MK16 破换子弹 还能用 舔了比较久 这个时候脚底下又来人了 我们还被三号场打了一枪 不知道三号场什么时候上去人了 因为我们舔包舔的实在是有点久 在那折腾了半天 看到一个人影 透过一个沙袋 缝里打了一枪 这个人直接趴下了 然后底下他有队友 直接要上楼 本来想拿指头要的 没打上 他直接来了 直接歪头 还挺硬 打了好多枪 直接打掉了 还好拿了一把AK 不然上来我们就没了 赶紧打个指头要 好做啊 起来以后看看三号场到底什么情况 这个人 不会在暗处叫吧 看到一个人影 感觉像是玩家SKAL 打掉了 如果有SKAL在上面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在看我们 赶紧把这个包给他舔了 哇这个人好肥 还有丝酒 包里还有肉骨的装备 还舔了一堆东西 一个呼吸油 很多杂物 挺值钱的 这把枪可以拿走 里边全是BT弹 可以用 我们拿到这把AK以后 可以去三号场看一眼 我们要去三号场楼顶上 踩一下任务点 三号场的上面 可以看到一号场 正好上来的时候 就听到一号场 那边还有一把墨心 回头看了一眼 不知道他在架什么 直接调了个200命位 随便打了一枪 咱们用的是.306AP 打远处的话 多多稍稍 净准度还是比较差的 他躲起来不漏了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SVD 到底什么情况 过来只看到地上一滩血 人是跑掉了 这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 可能是我在舔包的时候 或者是打人的时候 直接跑掉了 药厂上面还在打架 看到了好几个人 上去了两个SK 还是玩家没看清 在这里趴下 找个位置 特别黑 原点还有好多小脑袋在移动 随便抽了两枪 上面起码有三个人 我们直接溜吧 自己一个人的话 混东西是舔不到的 没办法 只能度战速决 组队还是收益大的呀